在夢想街有個門牌 我媽媽歡迎來到夢想街舞時翹 綜藝大哥徐乃玲的豪宅 竟然淪為賭窟 而且意外的傳出來 扯入了炸賭案 豪宅是不是已經變成了 一個燙手山魚池 轉入了一個租屋的市場 到底是誰來租這些房子 因為這些房子的話 租金行情真的是非常的高 每個月的租金行情 最起碼二三十萬跑不掉 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到了 專門進行豪宅市場的陳太元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歡迎太元 秀恩哥好 大家好 我們要來研究一下 到底誰能夠租得起 這一些豪宅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間豪宅的話 是徐乃玲的豪宅 那麼這個豪宅的話 一間最起碼 八千萬元以上起跳 那麼沒有想到 居然租給了一個房客 而這個房客的話 用九萬元的一個租金租下來 租下來以後幹嘛 經營賭場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先請這個年姐告訴我們 因為現在的話 扯出來的有點複雜 甚至是兩邊的人互咬 到底是誰在經營賭場 到底是誰在炸賭 對 炸賭案又重出江湖了 其實前幾年胡瓜曾有個炸賭案 那時候鬧得沸沸揚揚揚揚 後來訴訟了很多年 這一次是我們另外一個 綜藝大哥大 徐乃玲乃哥 而且跟他習習相關是什麼 是他的豪宅 他最新的米蘭院的豪宅 因為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乃哥是住在內湖 就是他常常去錄影 那個電視台的旁邊 有一個聯動的別墅 因為他常常就是這樣走去錄影 只要五分鐘而已 沒有想到他在附近的 又買了一個這麼大的豪宅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好 這次曝光了是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叫做Vivi的 這是乃哥的 真的是好朋友 姓董的 他去報警了 他去報案了 事情才會爆香 為什麼 他說他被人家設局炸賭 然後他們說扯出來就說 這個炸賭的地方 這個地點 因為就是乃哥的房子 租給他們的 所以整個扯出來就說 乃哥的豪宅現在竟然淪為賭窟號 那這個Vivi因為他去報案 他說為什麼 他被炸了 他說將近2000萬 這麼多 而且曾經就是說 他在被追債的過程當中 債主還曾經壓著這個Vivi 到乃哥錄影的現場 壓著Vivi 對 他去報案是這樣講的 所以這案情才會這麼可怕 他說到乃哥的天才衝衝衝的現場去 然後就因為他還不出那麼多錢 他說被炸了快2000萬 他說當場他跟乃哥 調了1000萬的票子 但這個事情乃哥是有說 乃哥說確實是有 我在錄影的時候他來 我轉了一張票子給他 他說不是外傳了2000多萬 但是他不是1000多萬 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就壓了一個人來 然後徐乃琳為了保他的話 對 要不然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 跟很多的衝突會發生 所以確實有這樣的事情 他說對 確實我錄影的時候 是 他是被壓來 跟我轉這張票子 確實有這個事情 好 那這事情 到底怎麼發生了 Vivi就話說從頭 他說其實 為什麼會跟乃哥有關 為什麼跟乃哥的房子有關 因為這個叫做洋圓圓的 好 兩個人外面認為他們是密友 因為他說是透過什麼什麼 仲介什麼什麼誰 這個Vivi Vivi對外都說他是乃哥的助理 有時候就說是友人 常常出現在攝影棚裡面 可是這個洋圓圓 就透過這樣間接關係 就認識這個Vivi 好 那這洋圓圓就是 跟他兩個人就非常好 常常就是閨蜜什麼之類的 後來他就說他想要租房子 為什麼 就是貴婦一樣 好 那這個租房子 就是想要在最好的內湖那邊 那他就說乃哥好像有空的房子 要租給人家 所以就問乃哥 乃哥說好 那既然是Vivi 是我的好朋友 接上你來的 我就把房子租給你們 所以就這樣 這次發生事情 這個豪宅就這樣子租給了 這個洋圓圓 好 那租進去之後 為什麼 這個房子 他們開始做什麼 開始打麻將 開始賭博了 好 那這個你知道還有排咖嗎 因為他們賭得還滿大 那個底都是2萬底的 多少這樣子 排咖 排咖很厲害 有什麼上市公司的老闆 還有很多的明星 他們這次捲進來 有好幾個明星在裡面 還有什麼 還有角頭大哥也有 聽說什麼萬華地區 什麼中山地區的角頭 也都跑去那邊賭博 都有 所以就是說 他們這個賭客裡面 大概就是各種身家 各種這個厲害背景的 比比皆是 然後來歷都是非常 他們去哪裡認識了這些人 楊玥玥到底在做什麼的 對 就不知道 他就說貴婦自居 所以要租這樣的房子 沒想到租下來之後 開始變成像個賭場一樣 因為來的這些人就說 身分背景都是滿特殊的 而且出手很大 打2萬底 打一個這個8圈 這個16圈下來是不得了的 好 那這樣開始打了之後 本來打的時候沒事 反正有輸有贏 有時候你輸我幾百 我輸你幾百 我說是幾百萬 這樣輸完 因為他們打很大 直到有一個人 叫做許蓮靖 這個人進來之後 這個人他們說是楊玥玥 介紹進來 這個人進來打之後不得了了 開始就是都是他一個人在贏 然後這個Vivie就一直狂輸 他本來想說 打牌本來就是這樣 有贏有輸 可是他覺得奇怪 我為什麼每一次都是我輸 所以才會有剛剛講過 輸到不得了 要去跟乃哥調一千萬的票子 是這樣而來 所以他就懷疑說 這中間是不是有炸毒 可是我跟這個楊玥玥 我這麼熟 我這麼好 不可能 這個許先生又他的好朋友 不可能 可是大家都覺得怪怪的說 因為這些我剛剛講老闆 有腳頭大哥 大家都覺得說不對 好 所以剛剛講是姓許的 他終於在有一次的做老千 被人家抓到了 抓到了之後 就約在這個地方 浪漫一聲的 在談判 好 中間有一個老闆 就跟他Vivienne講說 Vivienne 就是這個許先生 你要不要過來聽聽看他 我們在約 我們把他找到這邊 我們在談判 你要不要來聽聽看他怎麼講 聽他講的過程當中 這個Vivienne傻住了 他快崩潰了 因為他承認出老千 這個許先生承認了 甚至於他有講就是說 我們還有就是說 他說楊玥玥就是要把你 Vivienne就是要把你當肥羊 就是要來炸你的 他中間 因為為什麼 這個許廉禁 他覺得說這事情因為鬧太大了 好 然後這事情 他自己還錄了十幾段的影音 他自己私下做光聯影片 他錄了好幾段下來 為了要自保 好 這個事情 所以Vivienne就說 對了 真的是我 真的是我是肥羊 我才是大肥羊 我被人家這樣炸了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氣 當然他會去找楊玥 楊玥說怎麼可能是呢 我也輸了很多錢 不只是你說我也有輸 他怎麼可以這樣咬我 對不對 不可能他就亂講話 所以就這樣互咬起來 可是Vivienne覺得說 他覺得許廉禁拿了那麼多證據出來 他覺得是真的 所以他才去報案把事情放開來 好 那事情清楚知道是什麼 有乃哥在對不對 他們就問乃哥了 乃哥因為現在人在國外 但是他透過經濟公司回應就說 我只是房東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樣子 好 那在前一天 楊玥還講說 乃哥 對 他是把房子租給我 但是隔了一天 他又改口了 他改口說乃哥有來打 乃哥曾經有一次來打 因為今天的話我們看到了 媒體的話也出現了一些 影像的一個畫面 沒錯 那影像畫面的話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在 那個米蘭院裡面 但是也看到了 他其實在那個牌座上面 有在那邊打麻將 對 所以就說乃哥昨天還講說 我就是個房東而已 我不知道 我真倒楣 我怎麼把房子租給他們 變成賭庫 我不要再租給人家了 他就這樣講 但是楊玥一夜之間改口了 他說不是 乃哥有進來跟我們一起賭過 他那天還贏了9萬塊 所以他知道我們在裡面 我們是有玩這個的 他不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所以現在對不對 這個Vivian要說楊玥玥設局他 對 把他當肥羊仗仔 但是這個楊玥玥說 不是 這個Vivian 才是一個頭痛人物 因為他欠了很多很多的錢 他還拿乃哥的朋友的 什麼名牌包 什麼珠寶 拿去賣 所以這樣互咬 那甚至乃哥他現在覺得說 我真倒楣 那我怎麼扯到我來 我的房子 好好的一個豪宅的房子 現在被人家說成這個樣子 我這房子再也不要租人了 所以三個人這樣互咬 而且每天劇情 都有不同的變化出來的 據那個Vivian的說法的話 其實他說當初的話 他在輸錢的時候 甚至其他的那些牌咖 那些牌咖他們也講 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怎麼有可能把把輸 每一次打的時候全部都輸 然後只有一個人會贏 那個人叫做許連進 那時候就有人提醒Vivian說 有可能這裡面有人出老千 叫他要好好的注意一下 這個許連進 但是沒有想到他說不可能 這是楊圓圓的一個好朋友 不可能這樣子 結果沒有想到後來被抓到了 這個許連進出老千 那麼這一個 許乃玲的一個豪宅 到底是誰來承租的 又變成了一個大問題 那因為Vivian講說是楊圓圓租的 那楊圓圓講說錯 不是 他只是人頭 是Vivian在租的 小圓 到底租這個房子的話 他們花了多少錢來租這個房子的 好 他們大概是花大概9萬塊 那如果再加上管理費的話 大概1萬 所以加起來是10萬塊 那10萬塊租這麼多 用這麼多的錢來租 然後來當作賭場 其實背後是有利可圖的 我們幫大家算一下 你知道嗎 我們通常這個衛生麻將 如果有人自摸就會有這個東 就是給一個東叫 就是你給一台 當作現場的清潔費 那不過如果你放在賭場的話 這叫什麼 叫做抽頭費 那當然也不會像我們衛生麻將 那麼簡單丟一個就沒事了 他們都是有他們的規矩的 譬如說像如果他們早期的話 一開始應該是打比較大的話 1比6千 那一台的話600這樣來算的話 這樣一局 就是一局打一次 有人自摸或有人搞的話 大概是幾萬塊錢而已 那這時候的抽頭費 以這個目前市場行情來講的話 大概一圈 如果你打一降的話 就你當四次裝 然後你這樣打了一降之後 你的這個抽頭費 大概是6千到9千 就等於說你打完這個 兩三個小時之後 你就要給現場的這個清潔費 就是6到9千塊 那如果你打大一點的話 2萬塊的話 一底2萬 一台2千的話 這個輸贏是幾十萬的事情 那你當然你給的抽頭 當然就是要多一點點 所以大概到1萬到3萬塊 這是一降的部分 如果像剛剛他們講的 一底如果達到20萬的話 那一台2萬 這個一次輸贏是上百萬的 所以你這樣打一個 一個晚上這樣子輸贏上百萬 一次一次輸10萬 所以你這樣一降打下來 一降就是你要打4圈的話 打下來的話輸贏是上千萬的 我聽說他們裡面有人 那個牌咖裡面有人一個晚上 是輸了兩三百萬出來 對啊 就是這樣子 他們的底的話是20萬 剛開始的時候說什麼1 2萬 後來大家不滿意 都太少了 後來一直加... 加到20萬 對啊 你越輸越多或越來越多 通常人家不會讓你走 你追越加越多 那晚上最後的話 你這個抽頭的話 大概5到20萬 為什麼會這麼多 你當然你現場的這些抽頭人 他當然怎麼... 你贏了幾千塊 他拿幾千塊怎麼會放你走 他一定你賺得很多 他分紅分得很多 所以是大概5到20萬 為什麼會這樣子算 因為其實在之前 抓到一個職業賭場 他的底一底6千 一台又600塊 他是這樣的一個規模 他半年 那個被抓到職業賭場 半年就賺了好幾百萬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一底20萬 他抽頭是這樣的話 他可能一年可能光這個 扣掉這些租金的話 可能至少賺將近上千萬 所以等於是說他跟那個 跟乃哥租這個房子9萬塊 其實我還要講是零投 零投小利 他只要經營一個賭場的話 一天就回來了 如果一年的話 可以把乃哥那個房子買下來 有可能... 所以難怪他會跑進去 去做賭場的一個工作 那這裡面的話到底 你說乃哥會不知道嗎 其實我會覺得說 如果一般的屋主來講 可能問太太人比較清楚 一般的屋主 你通常還是會去看一下吧 如果說你都沒有去看一下 或者你自己也有鑰匙 那你看到周邊那麼吵 沒有鄰居會跟你反應嗎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問題 Vivi跟楊媛媛 兩個人的背景都是充滿著疑問 那個Vivi有說法說 她是在什麼律師事務所 然後澳洲回來的律師 學法律回來的 然後也不知道 她到底在哪邊工作 為什麼能夠租得起這樣的豪宅 另外楊媛媛的話 有一個說法是說 她在東區那邊經營那個Pup 所以可以認識一些好朋友 所以帶進去裡面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徐乃玲這一次的話 豪宅居然淪為這個賭窟 但是徐乃玲的話 過去的話 其實投資非常多的一個副業 但是那些副業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賠錢的 他好像有經營過餐廳 餐廳也是賠錢的 但是唯獨有一塊投資的話 他是大賺的 這塊投資就是房地產 對 事實上乃哥 他是主持本業主持得非常好 但是他副業好像就經營的 真的不怎麼樣 產賠 曾經有媒體等一下統計 大概產賠8000萬 到底賠什麼 如果大家印象非常清楚 以前他開過什麼 董月花奶鋪 然後他還開過蛋塔店 還開過紅酒店 還開過壽司店 你看他淋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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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也弄 那種都是副業 而且說實在 他可能也沒有那麼熟悉 沒有時間去管理 所以前前後後就賠了8000萬 你如果說一般人 丟在八千 你可能沒死也拔掉名對不對 但是乃哥沒有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事情做對了 他就不斷的投資房地產 你看他現在目前的房地產 至少價值新台幣4億以上 他光是這部分 八千萬賠也沒關係 那到底買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我們看到 他2007年的時候 去買在溫哥華 那溫哥華為什麼去買溫哥華 因為他的老婆 跟他的一對兩個兒子跟一個女兒 他們都在那邊念書 所以他們有這個需求 在那邊買了一個90坪的豪宅 他們自己住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他又買了兩間20坪的公寓 所以一共當時是砸下了 9千萬新台幣 那因為他們現在 因為這幾年溫哥華的房市不錯 所以他現在至少這個價值是 1.1億台幣 他從中間就大概賺了2千萬 那因為他們豪宅是自己住 那這兩間公寓 他目前是出租出來 所以他就說 他每個月可以收租12萬多 如果換算投包率是多少 4.8% 比台灣好太多了 對 好太多了 所以就說沒關係 我這個裡面就當成收租 這樣就非常好的一個投資 那除了這幾個之外 我們看這一次 這個米蘭院被爆出來對不對 他在內湖也投資非常多 內湖他從前前後後 一共有5間 那5間的話 第一個就是125瓶的豪宅 那為什麼會買這個125瓶的豪宅 就主要是他要跟家人一起住 所以這是五層樓的一個豪宅 那這個豪宅的話 當初也是花了大概快要1億 快要幾千萬這樣買下去 另外還買了大概70幾瓶的豪宅 一共4間 包括元大之星 名人賞 米蘭院等等 我們知道內湖五旗這個地方 因為第一個 他靠近電視台非常近 再來就是說其實這個地方 很多都是獨棟 那種安全性是非常高 所以為什麼獨場設在這邊不錯 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安全性非常非常高 而且這邊交通四通八達 你要出去都很方便 要討都很好討 所以這個就設在這個地方 警察也不會來操的 很難操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豪宅 所以怎麼有可能會來這個地方操 所以這個他其實是選的地點 我們說如果以這個賈金來說 這個地點是選的非常不錯 另外除了這個內湖之外 他還買到南侃 南侃的話他是2007年買 買了這個豪宅的話 他這豪宅跟他一開始在內湖 買的豪宅一樣 是獨棟豪宅 那這豪宅其實在當地來說 也算是中高價 一棟豪宅要有2000多萬 那這是80多瓶的豪宅 那這樣你看 零零庫加起來就買了4億 那4億的話 這些房子這幾年來說的話 都漲幅都有 所以即使真的副業賠8000萬的話 他還沒有傷到真正的本 好 他裡面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投資 其實是在內湖對不對 內湖那個米蘭苑 也非常的特別 米蘭苑裡面眾星雲集 有夠厲害的 那個米蘭苑裡面的 到底住了哪些名人你知道嗎 徐乃玲之外還有誰 林俊傑 吳企賢 郭靖淳 因為大家大部分都是影視圈的名人 比較喜歡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內湖電視台多 而且這個地方其實說真的 他靠沒多遠叫舊中路 舊中路上面Costco 什麼一大堆 那個生活機能真的非常好 而且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晚上去的話 因為動具跟動具都非常大 整個住起來的這種舒適感 其實是滿好的 另外還有一個人 是之前那個詐騙101那一個 徐三泰 細緻公司的老闆 後來 對 自殺走了 那徐三泰的話他其實之前的話 在這邊也有一間房子 之前的話也是在這邊有一間房子 所以這個米蘭苑的話 已經變成內湖地區的話 著名的一個豪宅 但是徐乃玲手下 這個手中持有的這一些豪宅的話 目前的狀況到底是怎樣 這一些房子的話 都沒有賣掉嗎 其實我們都知道最近這幾年 就是房地產他已經不斷的在下修當中 所以其實乃哥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就我們目前所知 除了他自己本身住的在那個 瑞光路那邊一個獨棟透天措之外 他現在名下所謂的四間房子 除了正在出租中 這個有爭議的米蘭苑之外 包含說像名人賞 元大之星 等等這些房子 他都已經陸續的出托掉了 都已經賣掉了 其實都已經賣掉了 包含說像非常有名的元大之星 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也是以一坪92萬賣掉 而且他那個時候 大概是中高樓層的那個樓層 而且他是一層兩戶都是乃哥的 所以說他是一戶一個單位 就已經賺的大概是 初估是1300萬 實際上是2600萬的獲利 那時候市場上傳言說 他一坪大概是賺15萬 元大之星他有兩戶 他持有的時間多久 持有的時間 因為如果按照 如果是今年年初在賣這個豪宅的話 其實說實在獲利的程度 沒有過去來得那麼好吧 他大概差不多是接近四年 因為元大之星屋齡 差不多也是接近快四年 那時候應該是五字頭 對 他等於是第一手 五字頭的時候買 對 因為將軍宅 他是將軍宅 所以五字頭 所以他這兩間賣下來的話 他賺了2000多萬 對 光是元大之星 就已經賺了超過2000萬以上 那包含說像名人賞 其實名人賞現在屋齡 也已經有六年多 他在六年前那時候 預售屋剛變成新城屋 在郊屋的時候 因為他是預售屋 那個時候就買 那那個時候聽說他的成本 大概可能五字頭不到 大概才四十幾萬 那那時候變成新城屋 剛交屋的時候 就立刻脫手賣掉 那個時候就已經賣了 聽說已經有六十幾萬了 那我們保守估計的話 他不到50萬買 然後60萬賣掉的話 他光是這一戶名人賞 他也賺了大概是1000多萬 這樣子 對 所以兩戶加起來的話 可能也有三四千萬以上 但是那個米蘭苑呢 米蘭苑他現在為什麼沒有 把他賣出 如果他要出其他手中的 這些豪宅的話 米蘭苑照道理講的話 他持有時間其實是更久一點 應該會很早就把他賣掉 那為什麼都沒有賣掉 反正投入了租屋的市場裡面 其實這個時候是有聽說 不過這都是僅止於聽說 就是在米蘭苑 在104年的那個時候 乃哥他就曾經已經有賣過 給一位蔡某某 那不曉得是蔡先生還是蔡小姐 對 然後後來是到了今年的時候 這位姓蔡的 他其實又賣給了乃哥 所以就是 那不曉得他跟這位蔡某某 到底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持價登錄上面會看得到嗎 持價登錄看得到 持價登錄看得到 這個交易的記錄的話會看得到 對 這個交易的記錄是看得到的 在104年4月那個時候就有一筆 其實那時候乃哥 他曾經賣掉過這一間 可是後來又買回來 那不曉得這個過程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其實我補充一下 因為乃哥的全家 我們剛剛說移民的 他在一年半之前 其實太太回來了 然後兒子也 因為回來有點想要闖演藝圈 所以是家人是有陸續回來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就是說 因為原來那個五層樓 當然也夠住 但是他可能有更長遠的規劃 所以這個房子才會這樣 進出 進出這樣子 所以本來是希望能夠 本來要賣掉了 然後後來因為家人回來 其實有這樣的考慮 以後未來的話會使用到這樣子 對 我前陣子才問他 我說那太太 他說已經回來了 回來好一陣子了 對 所以乃哥這一間 米蘭院的話 過去應該持有的一個成本 其實比較低一點 他104年的時候 有轉出去過對不對 對 104年的時候轉出去過 石家登陸裡面有記載的 大概是在6942萬 6942萬 後來特定人交易以後 他又把它轉回來了 所以現在的名下的話在許乃琳的名下 那麼我們也去調了這一個 這個是 地政事務所的 地政事務所的 對 他是一個最高的抵押權 他裡面設定的一個金額 是6600萬 也就等於是說 乃哥是跟銀行用這一個房子 抵押了6600萬 對 一般的一個銀行抵押的一個 他的行規 就是說你借多少錢 他一定乘以1.2倍去做一個抵押額 因為他怕到時候 如果說你不還 那中間礦石會是 利息錢要灌在裡面 所以如果6600萬 我們給他除以1.2的話 代表說這一棟房子 是跟銀行借了5500萬 那我們另外 所以沒有借到6600萬 沒有 大概是借到5600萬 但是因為我們要考慮到 因為乃哥是藝人 一般來講藝人要跟銀行借 他的層數都很低 因為一般銀行對藝人來講 他覺得他的工作是不確定的 藝人他的收入雖然很高 但是對銀行來講 他覺得他的工作是不穩定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人 如果你是一個在台積電上班 你可以借到8成 藝人的話有時候借到6成5而已 像徐乃琳這樣子的話 他其實實際上 他的一個投報率到底如何 就是這個米蘭院 對 我們如果用他6600萬的 銀行設定 這樣來緩推回去的話 再給他乘以差不多1.8倍的話 差不多是8250萬 那麼用8250萬 我們9萬乘以12除以8250萬 做一個分母來講 他的投報率只有1.3% 但是我們剛才有講過 他在104年不是用6942萬賣掉嗎 賣掉以後6942萬 因為這邊有三個車位 每一個車位250萬 你再把它扣掉750萬 它是76瓶 這樣除起來的話 每一瓶是81.4萬 那麼用這樣的一個價格 去再反推9萬塊的一個租金的話 因為他後來是特殊交易 搞不好就同樣價格買回來 假設是這樣的話 他的投報率可以拉高到1.54 現在豪宅投報率有1.5以上 我跟你講 那是不可能的事 1.54很低 你看他那個 沒有 很高 這是在台北算高 不是 在台北算高 但是其實實際上的話 其實1.5的話 現在已經說實在 銀行利息大概也差不多1%左右 沒有 你不能這樣算 來 現在銀河有很多人買豪宅 都是一戶 兩戶 三戶在買 就像我們買青菜一樣 一斤 兩斤 三斤在買 現在手上你自己住不了那麼多 那怎麼辦 住不了那麼多 想要賣 想要賺錢 現在又賣不掉 豪宅的價格掉得是最快的 因為現在景氣不好以後 第一個大坪數的很難賣 第二個小套行很難賣 那剛好就種了一個豪宅 我們來看文林苑 文林苑這是266坪 你以現在的價格 差不多5億左右 那5億他租55萬 55萬你給他算算看 55萬他還什麼 租金多個車位 還不含管理費 所以他其實租不到55萬 這樣算起來 投報率不到1% 因為我認為這棟房子 差不多5億的價格 除非他以前買180萬的 不然如果說以目前的價格來講 應該將近主義 所以不到1% 來 這是仁愛地保 地保138萬 地保買最便宜的6字頭 買最貴的300多萬 302萬 我們不要說多少 這棟這樣算 差不多3億 3億38萬 一個月38萬的數金 頂多差不多1.3%而已 1.3%而已 因為房屋稅 地價稅你要繳 所以一般房屋 我們租給人家算10個月 對不對 來 這個什麼 這是富邦 富邦以法 富邦西法 這個算多少 現在差不多3億 3億 至3億5 3億5你看39萬 這也是差不多1.3而已 只有這個比較好 這個什麼 寶萊 因為寶萊那邊 6的比較不太大 不然以前租過了 所以那邊比較便宜 我給他算差不多1.5億 1.5億來講 這個1.5億104坪來講 150萬嘛 那租25萬 這個不錯 這個差不多有 將近1.5%到1.6% 但是一般豪宅 很難租 不是說你想要租就想要租 年輕人你租不起 坦白講除非你是富二代 那你說你租得起的人 大部分都是外商的高階 公司富錢的 不然就是中小企業的老闆 那你一般來講 你很難租出去 所以他算上的 他說沒有租不起 我以租代租 我要賣 賣不出力 賣5年賣不出力 我少許摸收收一個 不是民間的貸款 就是說維持房屋說有人去 有時候帶人來看 他說這裡有人住 而且住得不錯 環境都不錯 這樣比較好賣 可能1年 2年 3年 看以後可以等到好時去賣出 所以現在豪宅有豪宅的人 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其實過去的話有豪宅的話 買豪宅的話 對 買豪宅的話能夠賺錢 甚至的話 他們認為說豪宅的一個市場 這個漲幅以後的話 其實也會帶動整個的租金行情 那麼用以租養貸的一個方式的話 也許還行得通 但是現在的話 以租養貸的方式的話 絕對會行不通 如果按照剛剛憲哥這樣子講的話 這房子的話 一間動輒是2 3億以上 但是真正租下來的價格的話 搞不好都只有10幾萬 20萬左右 那這樣的一個租金行情的話 其實要養貸的話 其實出現了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我先補充一下剛才憲哥那個例子 像我之前我有賣一個 8000萬的一個豪宅 但是屋主就賣了超過一年多 他沒有賣掉 後來我就幫他找了一個房客 用比較相對便宜的租金 簽5年的長約 但是這個房客他就是租約說 我可以配合房仲貸看 他一邊收租金 房仲一邊賣 一邊賣這樣子 後來有沒有比較容易賣呢 後來就是因為現在房市 真的景氣 事況不好 也是還是不好 對 所以房仲就一邊收租金 然後變成慢慢賣 現在變得有點像這樣的情況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所謂的這個以租養房貸 我想說 現在很多人想說我要買房子 然後看能不能就是靠這個租金 如果說可以大過這個房屋的利息的話 是不是相對比較划算 因為現在 如果說我們假設以貸款七五成的話 利率現在普遍都是在1.8%左右 那本地貪環就是20年的話 假設是以總價8000萬的房子 800萬 對 如果是以總價800萬的房子 不管說像是套房也好 或是老舊公寓也好 平均的租金行情約莫大概就是 可能2萬上銷或1萬8 甚至1萬6 1萬7 通通都有 那如果我們按照這個貸七五成 利率1.8%來計算的話 利息的部分就是9000塊 那本金的話 每一個月還要多出2.5萬 那這個都還不含管理費 那如果今天你買的是一個 1千 所以如果以租養貸的話 這個還有可能 對 這個都還有可能 因為它這個利息的一個費用 其實是低於租金的費用的 對 價差還有9000塊 那你這個多出來的9000塊 還可以去cover 還可以再去抵掉 某部分的本金 對 那如果說是1千6百萬的話 每月的租金行情 差不多是2萬5千塊 但是你利息1萬8 一樣都還是可以cover得了 目前為止低總價都還是可以 包含說像2400萬 3200萬 你都還可以差不多大於一個 只是說它的差距越來越小 像這個差距可能就只剩下 可能只有3000塊 大概30千塊的差距 你看你這個本金 你就要負擔到7.5萬了 兩邊加起來的話 就大約大概是在10萬塊 所以你這邊每一個月的話 你最起碼你家庭收入 要超過10萬塊 10萬塊以上 對 但是租金只有收3萬塊 所以那個壓力真的是還滿大的 那最主要是我們如果來看 如果今天大概是說 你以一個5000萬 作為一個分水嶺 5000萬以上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的租金 其實就已經cover不了 這個利息的部分了 利息已經大過這個租金的收入 更何況你還有本金 還要再去做攤還 所以基本上從這個邏輯來看 會覺得說總價其實越低 那租金投報率 才會拉得比較高 才有辦法 這也是為什麼 為什麼很多的比較 坪數比較大的或者是豪宅 大家都不太願意拿來出租 通常都是小套房 甚至就是隔間好越多越多 小套房 小坪數低總價那一種 租金投報率都兩三%以上 會比較輕鬆這樣子 所以太遠你比較建議的就是說 如果以一般那個手購族的話 會擔心說自己沒有辦法負擔 利息本金錢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 大概可能是低總價的方式 低總價就是不要超過3000萬 所以我如果負擔不出來的時候 我最起碼還有一個租屋市場裡面 可以幫我掩蓋掉 這個利息的一個收入 可是你如果跑到豪宅市場 千萬不用這樣想 想都不用想了 你如果是小隻男女的話 不要說800萬 應該是600萬比較安全 因為你想想看 你那個利息雖然有9000塊 但是你25000這邊扣掉9000 你每個月等於要多多1000千 這兩個加起來 對啊 你要多多1000千 1000千來說 如果說你的薪水 如果沒有到33000 多多1000千你就掉了 而且其實養房還有很多成本 什麼稅 什麼家具 家電 裝潢 這些東西 還有管理費 這些成本都要加進去 小圓 你現在房子 到底找到哪一邊去了 價值看下來 好窄喔 大概只得買500萬的 沒有在上面 沒有在上面的 沒有 比較輕鬆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相對來講比較安全一點 不要一開始的時候手夠組的話 你要去找那種高總價的一個房子 因為對你來講的話 其實那個壓力其實是非常的大 但是你如果找那個總價 稍微比較低一點 平數的話可以再去考慮 平數可以考慮一下 搞不好有一些房子的話 中古屋的話 這個價格 總價的話 是稍微比較低一點 不必一定要 非得要擠在這個市中心 這邊的話其實是可以看得出來 乙豬養貸的話 這個總價越高的話 你其實要cover掉那個租金行情的話 其實相對來講的話 那個難度是非常的高的 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的豪宅跟一般的租屋市場的話 這兩邊的一個租屋市場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好 像我們 像譬如說我這個月 我剛好也有出租掉一間 總價接近18萬的一個豪宅 我們都想說一般的這個租屋 以及跟豪宅出租 這之間到底有什麼的不一樣 首先其實你像豪宅出租 除了說它是外商 如果說是本土企業的話 他一定就是那種大老闆 而且他可能是 一定要有什麼會計作帳 是就是一定要合法的報稅 甚至他們的租約 都一定是要去公證的 要特別公證過的 那你說像一般租房子的話 可能就 房東就說 好 那個房東房客就講好 可能配合不報稅 然後就是比較輕輕拆拆 比較輕鬆 隨便這樣子 那如果說像是豪宅的話 他的家具家電 基本上也是有兩種 一種是我就是全配 什麼通通都給你這樣子 那這個比較是偏外國人的房客 像許乃玲那個米蘭院 聽說那個房子裡面的裝潢的話 全部都是那個凡賽式的 對 馬薩斯的那個裝潢 這種的話其實就是豪宅等級的 對 豪宅等級的配備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是說 像我也有出租過有一些房客 一個月也是十幾萬的那一種 他們的家具家電是從國外 然後海運運過來的 所以說他們不一定非得要 家具家電全配 但是裝潢要精緻高檔 這個就是一定要的 所以 但是家具家電的減配 全配的這個程度要看情況 對 那再來就是 鄰近金華地區 它的區域 其實這個地方會比較混亂 或者是可能住商為主 但是其實如果說像 會比較近捷運 一般住宅其實會想 一般我們住房子的邏輯會覺得說 交通越便利越好 可是其實住豪宅的人他不一定 他會覺得說反正我出門 我都是開車的 他重點是要安靜 然後隱密 這個是他最重要 他不一定要交通最好 大概是這樣 這一般的房子的話 其實大部分你可以在一般的 租屋市場裡面可能可以找得到 但是豪宅的話 他其實是有特殊管道的對不對 你們都怎麼樣去幫房東 去挑選房客的 因為豪宅的市場裡面的話 房客是變得相對來講 非常的重要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房客來講的話 能夠租得起這些數十萬的話 要嘛你就是企業主 要嘛你就是外國人 不然的話呢 對 我 外商家長 外僑商會這樣 這個都是外國人啊 對啊 都是外國人啊 公信戶金 還有哪一些人 就是開賭場的人啊 是... 拿來當作特殊營業場所的人 所以變成是說 這一些豪宅的話 怎麼樣去找他的房客 其實基本上要租豪宅 他房客其實也很 也會很嚴格過濾房東 他們因為其實說真的 也有一些黑道大哥 他是買得起豪宅的人 所以有一些 對 所以有的時候那個 他也怕黑道 對 他也怕遇到黑道房東 這個也都是有的 所以房客也會常常 真的 所以房客也會透過我們中間問說 這個房東的背景怎麼樣 對 他也會擔心 他們自己本身也擔心 對 房客也會怕房東 那房東其實也會怕房客 特別是像他這一種 一個月數十萬的 譬如說像未來這個租屋專法 過了之後不是規定說 每一個月的那個押金 最多只能夠收兩個月而已 對不對 可是通常像這種豪宅租賃市場 一個月十幾萬 他們都很怕房客繳不起房租 或是突然斷掉什麼 都要求至少要收三個月 這個都是私底下去協議的 目的就是他們就是怕說 你繳不起這個房租 那還有就是包含說像要公正 那以及就是說 會先透過仲介說 你是哪一家公司 就是事先名獎 那就是可能Google一下 或是你那個公司叫什麼名字 都要先特別去查 甚至包含說像行業類別 你是什麼電子業 傳產業 等等這個我們都要去查 那房東他如果覺得 會比較放心的話 那還有說包含說像他幾個人 以及說年紀住的人 因為有一些人他是說 我住得起好房子 可是其實他是要給他年紀 可能七八十歲的爸爸媽媽住 對 但是有些人就是為了避掉這個 那他就是年輕的兒子出面來簽約 這種也是有可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裡面的話 其實反正買了豪宅以後 都是問題 他要賣賣不出去 轉入租屋市場以後 房客也要挑房東 房東也要挑房客 因為兩邊全部都是豪宅的人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真的 豪宅出租的租金投暴率 都是才1%多 真的不是那麼划算 所以說對於這些有錢人而言 他們真的多屋族 有的時候他們是寧願空著的 他們真的是寧願 因為有時候遇到一個 不好的房客真的頭很大 麻煩很多 好 其實現在的話 豪宅變成夢魘一場 過去的話 豪宅市場裡面的話 也許能夠賺到錢 但是沒有想到 現在豪宅市場變成了一攤的死水 過去有人買到豪宅 但是現在沒有想到 產賠了700萬 對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案例 有很多人都想要買房子 像這個案例的話 是David跟他老公 企業中高階主管 一個月月薪有15萬 所以基本上他存款還500萬 他想要買什麼房子 他想要去台北市 買一間大概是2000萬的房子 以他的這個條件來講的話 還算輕鬆 然後可是他去找 台北市你說實在 2000萬你要找到適合房子 真的還蠻難找的 他就一直找都找不到 後來他有一次去拜訪他的朋友 他朋友在新北市 然後他經過了一間 看起來很漂亮的一個豪宅 他想說那我進去看看 反正不買也無妨 他就想說那我就去看看好了 完蛋了 進去看 問題就來了 裡面開始很多的業務員 跟他去講說 我們這個豪宅怎麼樣 方便性多好 裡面配家具多棒 怎麼樣 而且重點是 你如果現在是預售屋 你如果買了 你未來接下來 你如果增值的話 或者是你拿去出租的話 租金反而可以cover你 所買的這些房貸的價錢 就我們剛剛講的部分 那時候房價還在漲 他覺得說好吧 那我就被他講... 蠻慫恿很久 考完那我就問一下價錢好了 我們這個算項 大概是總價大概7000萬 7000萬我怎麼買得起 他說放心 沒關係 我們談一下的話 可以讓你談到貸款9成 所以說7000萬的話 你如果貸款9成的話 你只要付什麼 700萬的投機塊 你就可以去買了 可是我們看一下 他存款只有500萬 那怎麼辦 他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跟我老爸借200萬 湊700萬來買這一間好了 反正接下來的話 反正我可以出租 如果說真的沒辦法出去 我可以拿來賣 那賣的話一定比這個7000萬 來得還要高 可是這是預售物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看到了 這兩三年房價持續的下來 跌得有多嚴重 遠雄富邦3.5億 變成2.68億的開價 反而甚至更低 跌了兩成三 華顧松江1.89億 跌到1.6億 這是松山區的 降了15% 國美商隱 國美商隱1.39億 變成1.18億 這是永吉路的豪宅 降了15% 元大之星剛剛都講過 非常非常熱門 1.12億變成1.03億的開價 南京東路六端這邊 降了7.3 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完蛋了 等到兩個年後 要交屋的時候 建商人說你要交屋 你要交屋 問題來了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的房價的話 掉了很多 銀行說抱歉 當初說九成對不對 我只能帶給你七成 不得了 不得了了 那你的頭期款 又要再多付出來 要交屋的時候又要多付了 要多付1400萬 天啊 你1400萬怎麼拿 他200萬都已經去跟 那個爸爸要錢要過來了 他怎麼還有錢 怎麼辦 所以弄了半天說好吧 那我不買了好不好 我們就跟建商人協商說 抱歉 那我這樣子的話 這個違約金能不能低一點點 建商說抱歉 我們違約金本來要罰你15% 你本來還要再多拿 150萬出來的話 現在就算了 我就收你700萬就好了 所以他含淚 真的是含淚 冷痛 就是什麼都沒有 房子又還給了建商 700萬 當初的700萬 全部都不見了 後來全部都沒了 就沒了 就變違約金 全部都還給建商 就是夢一場 我問一下那個太原 太原這個的話 有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說預售屋的市場裡面的話 繳出的一個 頭期款的一個金額的話 如果後來沒有履約成交的話 那筆錢的話 是真的會被建商全部都吃掉 通常照合約來講 就是說 解約是要賠這15%的成交價 去給建商 但是問題是當初建商 他也是承諾他說 我真的可以給你代9成 不過我覺得這個9成 聽起來是怪怪的 建商這樣承諾代9成 有可能是他們做的價錢 比成交價來得高 當然他可以做上去 可是問題是說他到底後來 即便是建商幫你做出去了 可是問題是你後來 能不能負擔 我給各位看一下 他跟他老公的話 每個月的月薪的話是15萬 你想看看如果貸了多少的話 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他只是想得太美好了 就是說我的租金的話 可以cover掉你的利息的一個費用 但是沒有想到豪宅的一個市場的話 他其實是頂端的市場 要租出去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的 對 其實這個事件 讓我們了解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認為說 我們買房子 我們不買的會賠15% 不是15% 他是15%叫做上限 你可以跟他談 他是上限 不是每一個都是15% 每一個case都15% 有人談到8% 也有人談到7% 這是看你怎麼談就第一點 第二點 他當初跟你講說 可以帶9成帶8成都沒關係 白紙黑這你幫我寫起來 如果帶不到的話 那你那700萬要退還給我 所以我們的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 不管你現在這邊買到很多的小套房 我們的小資男女 小套房很難帶 有一些三小不帶 年紀小不帶 平數小不帶 總價小不帶 15坪以下他們也不帶 對... 所以你如果說他跟你講說 一定可以跟你講 一定可以帶 沒問題 來 不管怎麼樣 錄音不好 白紙黑字寫下來 如果帶不出來 那你原價退回 我不要給你收利息 這樣可以 他如果當初有白紙黑字 OK 700萬就不用 那景氣不好的情況之下的話 建商為了要賣房子的話 有很多很多的話術 先休息一下廣告過後 我們再告訴你 另外的話 房東的話 其實也非常擔心碰到了二房客 這些二房客的話 到底有多餓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馬上告訴你 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好 剛剛我們有特別看到 就是房東的話 其實非常擔心碰到二房客 像徐乃玲的話 搞不好房客在裡面開賭場 他完全不知道 人家就在那邊抽頭抽佣這樣子 但是最怕的是碰到 你後來要退還給你的時候 糟糕了 變成廢墟了 沒錯 我們看到這個案子真的是 大家看這個照片 感覺上根本就是 這是鬼屋對不對 這也要被燒過了吧 對...這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些照片 這主要是在 這是在台北永吉路的一棟房子 那這屋主十幾年前 他說要出租 出租給誰 出租一個賣港式燒辣餐廳的業主 然後出租給他之後 十多年來他也沒去看過 因為十多年來 他每一個月暗時交租 這種算是好房客 所以屋主也沒有去在意這件事情 但是最近幾個月 這個所謂的房東就突然解約 就說我不要再租了 然後就搬走 那搬走的話他也沒 他就說好啦 那我來去看看 因為我十幾年來都沒去看過 結果突然之間就打開門進去看 看到 公平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這是窗戶 窗戶 你看 這個窗戶好像被 感覺被那種 好像是在敘利亞的那種戰事裡面 看到這個窗戶被打過那種感覺 敘利亞 這好像在戰場才會看到這樣子 那這是什麼 這是廚房 他想說燒辣 真的有需要把整個房子燒掉嗎 這整個廚房變成這個樣子 那客廳 客廳也是這樣 被他搞到真的是 慘不忍睹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 這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位置 你看 完全就看不清楚 他把這個照片PO上網路的時候 網友就開始在這邊 哭手就說 如果真的燒辣店的這個廚房 窗戶是這樣的話 我們以後再也不敢吃港式燒辣 他們到底是怎麼搞出港式燒辣 到底是燒什麼東西燒出這個燒辣 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說這根本就是好像是 大火燒過的房子 這根本不是一個房子 有人說這看起來 這比公廁還要噁心 不過也有人另外 另類的思考就說 最近我們可以弄一個 另類的商機 把它弄一弄的話 弄成那種鬼屋這樣子的東西 搞不好可以吸引 探險對不對 根本可以探險 所以你看 大家也是很害怕 就是說房東真的很怕 遇到類似這樣的房客 你知道那個房東的話 想說那個房客的話 按時繳房租的話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好房客 然後不用經常打電話給我說 要修這個 要修那個 這樣子 我都不用去看 然後你按時把錢交回來就好 但是沒有想到租了十幾年 後來最後幾個月落跑了 落跑完以後 還給你的房子是長得這樣子 你說這個房子的話 你到底有沒有賺到 你其實並沒有賺到 你後來賠得很慘 對 如果你看這個廚房跟窗戶 這些你幾乎大家全面都整修了 全面整修你看 根本就不划算 難怪不需要 難怪不需要 打電話給你 因為他也不知道你要怎麼修 他也不知道怎麼修 這個是到底是在裡面幹嘛 這個絕對不會是住在裡面 他自己有辦法住在裡面 他沒有辦法住在裡面 大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看起來應該是故意破壞 我跟你說這樣子 還算是好房客了 還有多惡劣你知道嗎 後來你住進去以後 後來他直接幫你變成 房子賣的 對 幫你直接把房子給賣掉 他自己變成屋主了 這是新竹的一個例子 新竹的一個例子 有一個無姓男子 他是刺青絲 然後他就跟另外一個 也是姓武的房東租了房子 假設慶雪 你是吳慶雪 我是吳士聰 我是刺青絲 結果我們兩個剛好姓武對不對 都一樣姓武 然後他就異想天開 就說我去把我的名字改了 而且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一人 一生可以改三 四名字 所以我就一開始 我本來要吳士聰 我先改成吳憲政 改成吳憲政之後 我再改成吳太元 改成吳太元之後 我再改成吳慶雪 所以我也是吳慶雪 你也是吳慶雪 房東跟房客都是吳慶雪 結果他就說我要買房子 結果人家就說這個屋主是誰 吳慶雪 吳慶雪是這個屋主 所以我是房客 所以我就假裝我是房東 吳慶雪 屋主吳慶雪 對 我是吳慶雪 身分證給你看吳慶雪 所以大家也不宜有他 很多人就來說好 我來買這個房子 這好高招 我買房子 結果就交給他 交給他的訂金 結果你知道 前前後後有七個人受騙 他七個人受騙之後 後來這個吳慶雪 真的吳慶雪 就洩到法院的通知 就說有人要告你 因為你賣房子賣出去 結果你才知道說 原來是我這個房租 吳慶雪 變成吳慶雪 偷偷賣你的房子 那神不知鬼不覺 要是沒有人去告的話 根本就已經變成他的房子了 就變成是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辦法賣出去 因為這個分時的契約 真的房租還是很爽 房東還是你身上 只是說一個同意 但是他可能會這樣子 用這種方式去把人家詐騙錢 騙了人家的訂金 對 訂金先騙手了 他騙了好幾個百萬的狀況 另外還有什麼 還有種大碼 種大碼是什麼 台中市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一個正姓男子 他也是一樣 他租種透天處的別墅 然後在裡面種大碼 這一個月大概6.5萬 他有算過 一公共大碼很好 你說租金是不是 租那個房子6.5萬 在台中地區算是豪宅了 對 因為他透天處 為什麼要透天處 因為他說他從這個朋友這邊 拿了200顆這個種子來 種子他還去研究說 要怎麼種大碼 因為大碼現在算是暴力 然後他研究之後 要用水耕 然後又有日照 為什麼要透天處 從這個朋友這邊 拿了200顆這個種子來 種子他還去研究說 要怎麼種大碼 因為大碼現在算是暴力 然後他研究之後 用水耕然後又有日照 為什麼要透天處 因為透天處的日照 日照比較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水耕的話 可以把這個種子弄在二樓 然後另外長得比較好 還放到別樓 他都研究過 研究好好之後 他就決定用6.5萬租下來 那租下來他還在說 我這個如果賣出去的話 幾年之後 我搞不好都可以把這個房子 買下來 所以他就把它變成室內栽培室 像水耕蔬菜這樣 準備 都準備要做了 結果沒想到他說 他自己說 我才種沒多久 就馬上被警方查獲 被警方查獲的時候 你看在裡面種這個大碼 這個其實在台北市之前 也有這樣的經驗 一棟豪宅裡面 全部都是在種大碼 這就是這樣 另外還有什麼 一個宜蘭 有一個羅姓男子 他租什麼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詐騙集團嗎 他就在別墅這邊 租了一個這個房子 就用這個瘋狂神射手去詐騙 他這個公司叫瘋狂神射手 詐騙 他詐騙大陸人士 所以他變成詐騙的機房 對機房在這個地方 全部都在這邊 對那後來也是 警方就覺得說 奇怪這個地方來來回回 怎麼那麼多人在那邊進出 後來就把他們抓 是 谢谢大家